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两个重大国际议题 首先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访问塞尔维亚商讨李矿协议 这项协议旨在减少欧洲对中国的依赖 但遭到环保人士和反对派团体的强烈批评 德国试图确保李的供应 因为李是制造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物质 中国在此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个议题是 加拿大已经与特朗普的圈子成员进行谈判 以避免如果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实施新的贸易关税 加拿大警告若关税实施 他们将进行报复 双方正在讨论如何保持免关税贸易的可能性 并且加拿大已经开始准备应对可能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这次访问塞尔维亚 是未了与这个巴尔干国家达成一项极具潜力的李矿开采协议 这项协议目的是减少欧洲对中国李供应的依赖 这对于德国这个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国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然而 这个计划却引起了环保人士和反对派团体的强烈反对 认为这可能会给当地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 李矿开采的议题之所以再次成为焦点 原于塞尔维亚宪法法院近期推翻了一项取消英澳矿业巨头利托公司 在塞尔维亚西部贾达尔山谷进行价值24亿美元的矿业项目的裁决 据称这里是欧洲最大的李矿发现地 塞尔维亚政府原本是基于2021年成千上万抗议者的强烈反对 才取消了这个计划 当时抗议者们在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城市封锁了主要道路和桥梁 他们担心开采李矿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这些抗议也成为了对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 武器齐日益专制统治的最大挑战 中午 舒尔茨在贝尔格莱德的关键原材料峰会上与武器齐会面 讨论签署一份欧盟与塞尔维亚政府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 这将涵盖可持续原材料电池供应链和电动汽车的合作 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赫贝斯特赖特表示 这份备忘录将包含对高环保和可持续性标准的承诺 塞尔维亚政府还将与多家涉及李矿开采和汽车电池生产的公司签署一项书 武器齐对此表示 只要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在塞尔维亚建设汽车电池工厂 而不是仅仅将原材料出口到这些国家 李矿开采才会继续进行 他周五表示 李矿开采对塞尔维亚和其发展是巨大机会 他说 我们相信这次我们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与德国的李矿谈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加拿大在面临潜在的贸易挑战 加拿大已经开始与唐纳德 特朗普的圈子成员进行谈判 以避免如果他在今年秋天当选美国总统后实施新的贸易关税 加拿大方面已经警告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他们将进行暴富 数月来 加拿大一直坚持认为 特朗普提议的10%关税不应适用于北美大陆 因为有加拿大 美国 墨西哥贸易协定的存在 然而 据CBC新闻报道 实际上更深入的对话已经在进行中 特朗普的盟友并未承诺任何减免 双方正在讨论如何进行谈判以维持免关税贸易的可能性 特朗普的前首席贸易官罗伯特 莱特希泽表示 他将在下一届特朗普政府中担任正式或非正式的顾问角色 在与加拿大政治和商业代表的讨论中 莱特希泽和其他接近特朗普的人明确表示 没有保证豁免 加拿大驻美大使克里斯腾 希尔曼在周四与密尔沃基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 也公开承认了这些讨论 并表示 我们正在与特朗普的顾问进行谈判 我们真的在敦促他们考虑这些措施的影响 希尔曼警告说 美国对加拿大征收关税的后果 可能包括沃泰华的报复 对特定产品实施反制措施 他敦促采取更合作的方式 让两国继续成为彼此的主要客户 避免造成伤害 历史似乎在重演 消息人士称 美国在任何谈判中的愿望清单 可能包括一些已经公开的美国优先事项 莱特希泽曾表示 他希望在汽车零部件方面 更严格地应用新的贸易协定 这与拜登政府的立场一致 未来的特朗普政府 还可能推动加拿大取消其数字服务税 更严格地应用新贸易协定的乳制品条款 并模仿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关税 加拿大方面也有自己的要求 沃泰华希望在2026年最早进行审查时 避免对大陆贸易协定进行大幅重新谈判 埃弗雷特 艾森斯塔特 特朗普政府的前高级贸易官员表示 我们可能会看到历史重演 他提到 2018年夏洛瓦的G7峰会上 因钢铁关税爆发了冲突 加拿大最终通过谈判才获得豁免 特朗普对其提议的全球关税计划的细节极为模糊 艾森斯塔特指出 现行法律中的紧急措施是可能的选项 包括1974年美国贸易法的第201、232或301条 或者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 现在是华盛顿Squire Pattern Box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艾森斯塔特明确表示 他的分析是他自己的 他并不代表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 最近 加拿大的许多商业领袖也在卡尔加里与莱特希泽会面 讨论可能的关税影响 加拿大商业委员会的负责人 担忧 加拿大可能不会轻易获得豁免 他们认为 特朗普团队计划使用贸易行动来重新平衡进出口 并表示加拿大需要立即开始论证 关税会损害美国人 可能会加剧通胀 并且会适得其反 关税威胁可能意味着 在国家重返谈判桌时拥有更多的谈判权利 McCarthy-Tetrault律师事务所的国际贸易律师马莎·哈里森说 这些讨论几乎总是需要一些让步和妥协 他指出 问题在于 特朗普总统是否愿意提供某种豁免 交换条件会是什么 共和党大会巩固了该党向特朗普贸易哲学的长期转变 变得更加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 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贸易顾问表示 加拿大将在这一过程中受到打击 他们认为 如果美国实施关税 将迫使公司在美国本土进行制造 这样才最符合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 德国与塞尔维亚的理矿谈判 和加拿大与特朗普团队的贸易谈判 无疑映射了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无论是理矿开采还是贸易关税 这些议题都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 更涉及到环保、政治权利和国际合作的多重层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近期访问塞尔维亚 旨在讨论一项关于理矿开采的初步协议 这一协议可能减少欧洲对中国的理供应依赖 并有助于支持欧洲的电动汽车产业 理事制造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材料 目前中国在全球锂离子电池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此次访问的背景是塞尔维亚宪法法院推翻了一项 此前取消利托公司在塞尔维亚贾达尔山谷 进行24亿美元矿业项目的裁决 贾达尔山谷被认为拥有欧洲最大的理矿储量 2021年当地居民和环保团体 因担心此项目对环境的潜在危害 发起了大规模抗议 导致塞尔维亚政府取消了这一计划 在此次会晤中 舒尔茨和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 武器齐将签署一份 关于可持续原材料、电池供应链和电动汽车的 战略伙伴关系谅解 备忘录 双方表示 该备忘录将强调高环保和可持续性标准的承诺 此外 塞尔维亚政府还将与多家理矿开采 和汽车电池生产相关的公司签署一项书 武器齐强调 理矿开采对塞尔维亚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并表示 如果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 能够在塞尔维亚建设汽车电池工厂 而不是仅仅出口原材料 塞尔维亚政府将允许继续开采理矿 他指出 这是塞尔维亚发展的一个重大机会 并表示对此次讨论的结果感到满意 这一发展 反映了欧洲试图减少对中国原材料依赖的长期战略 同时也显示出 欧洲各国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 然而 这一协议能否顺利推进 仍取决于如何平衡经济利益与环保要求 以及如何应对来自当地社会和环保团体的反对意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这个理矿协议简直就是一场现代版的马歇尔计划 欧洲必须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否则我们的电动汽车产业将会落入红潮的手中 我们不仅需要理 而且需要以可持续方式获取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总理舒尔茨与塞尔维亚合作是个天才之举 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转变 就像丘吉尔说的 我们不能让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尤其是在这个篮子还经常裂缝的情况下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哈啰各位亲爱的读者们 今天我们的话题可真是五花八门 精彩万分 要不我们先来聊聊德国总理奥拉夫 舒尔茨访问塞尔维亚的事儿 这简直就像是电影情节一样精彩 你看 舒尔茨这趟巴尔干之旅可是大有来头 为了电动汽车电池纳典礼 咱们德国这老大哥可是下了血本 企图在塞尔维亚弄点锂矿回去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这不得不让我想起一句老话 靠山山道 靠人人跑 还不如自己挖矿找铁矿 但是 小伙伴们 问题可没那么简单啊 塞尔维亚当地居民和环保人士可不干了 他们担心这里矿开采会把环境弄得一团糟 于是大规模抗议了起来 结果还真把利拓公司的24亿美元项目给掀翻了 现在塞尔维亚宪法法院又来个大反转 推翻了当初取消利拓项目的裁决 这下子德国与塞尔维亚的谈判就更有细看了 舒尔茨和塞尔维亚总统武器 其这次谈判的重头戏 是签署一份关于可持续原材料和电动汽车的战略伙伴关系 谅解备忘录 听起来高大上实际上就是那句老话 你有礼矿 我有需求 咱们合作吧 当然塞尔维亚的条件是 你们的在我们这建场 我们也得赚点钱不是 这一来一回的 真是让人捏一把汗 那么 让我们把镜头转向另一边的大洋彼岸 加拿大这边也不闲着 据CBC报道 加拿大已经在偷偷摸摸和特朗普圈子里的人谈判 试图避免特朗普如果在当选后对加拿大实施新关税 这真是让人想起那句防患于未然 看来加拿大也是吸取了上次被关税打的鼻青脸肿的教训 尽管加拿大的公开立场一直是你不能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征收关税 但私底下却在和特朗普的前首席贸易官罗伯特 莱特希则商量如何避免贸易战 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公开场合上嘴皮子一碰 私底下却要点头哈腰 特朗普这次可是打算来个王诈 对全球实施10%的关税 加拿大驻美大使克里斯腾·希尔曼则表示 如果美国对加拿大征收关税 沃泰华也会报复 对进口美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 这样来来回回的关税战 真是让人吃不消 希尔曼更是呼吁两国应该合作 避免伤害彼此经济 这话说的真是有理有据 然而问题来了 特朗普的团队并没有给出任何豁免的贸易 承诺这让加拿大真是如坐针毡 这时候加拿大需要立刻开始论证 说服美国人关税会适得其反 这可真是让人捏一把汗 不知道加拿大这次能不能避过一劫 总的来说 无论是德国在塞尔维亚的理矿谈判 还是加拿大在美国的关税谈判 都是一场场充满悬念的博弈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看看这些国际大戏又会如何发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